知名作家白先勇人气著作《镊子》今年出版第40年 为了纪念1986年出品的同名电影 国家影视厅中心完成了数位修复版本重新上映 在今天下午举行启动仪式 知名作家白先勇的小说《镊子问世》40周年 为了纪念1986年出品的同名电影 国家影视厅中心完成数位修复版本 白先勇谈及20几年前制作电影的过程 他也提到因为时代风气的演变 相较于过去 现在这类素材的电影变得相当多元 完全不同了 现在没有什么好禁忌了 蛮有意思的 除了原著小说作者白先勇之外 电影导演演员苏明明等人也都特别齐聚一堂 而日前苏明明过去出演的经典国片《油麻菜子》 也才以数位修复版本再与国人见面 不少网友大赞苏明明当时的美貌真的是国宝级 谢谢大家喜欢 稍微瘦一点 然后加上导演在镜头上 就特别也会注意到我的光啊 我的角度啊 影史上必看的电影 纷纷重新修复上映 让不管男女老少的影迷们 都能一起再度重温 经典画面 接着操战杨月达新北报道